平川 说冷静 天天 聊魔兽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林呱呱的非主流对抗 希望大家喜欢 好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NI 背部主导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兽族 IDFOO 林呱呱 那林呱呱的话 最近刚刚生了一个小龙女啊 然后陪她老婆坐月子去了 我们恭喜她 好 我们看一下她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一个红色的人组 本场对抗又是一场人兽非主流对决 希望大家喜欢 好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人组这一边 双敲祭坛 首发的是大法师 兵营造的稍微晚了一点点 双敲祭坛 一般都是有点东西 好 我们看一下林挂挂 果然还是选择牛哥 牛头人 球长 只要我到五级 直接毁天变地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局 牛哥的一个发挥 好 林呱呱继续选择 闹牛金矿 那人组这一边呢 选择的是双敲祭坛 那双敲祭坛会导致自己的经济 稍微的有点损失 但是大法师平在起跑线上 看看能不能速练三级 去压制一下牛头 不让牛头练级练这么开心 好 开局的话 直接是敲民兵 毕竟兵营造的慢啊 暂时没有步兵 好嘞 民兵加水元素这道组合 可以把这个点轻松的收割完毕 那另外一边 林呱呱家里的话 好的 商店也是安排了一波 那商店安排好 牛头一出来 说完练完这个点啊 买一波药膏 又可以继续去外面浪 家里补了第二个地洞 这个地洞主要是防止对手 躲在家里后面啊 下暴风雪 所以这个地洞也是至关重要 魔兽争霸这款游戏啊 很多东西都很细节 比如说建筑学 操作 甚至是练野怪的一个节奏 都非常非常的有东西可以研究 好嘞 这边的话步兵 还是要去侦察一下 大法师继续练 大法师之所以要赢在起跑线啊 就怕对手上来直接追着大法师 不让大法师练急 所以这一局的话 大法师没有受到干扰啊 练得也是蛮开心的 牛头这一边的话 打了一个攻速手套 好福特曼一看 看见对手说发牛哥 看看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来 这边看见商店刚刚造好 再一看 呵 对手的带头大哥 居然是牛哥哥 那牛哥哥 牛夫人在哪里呢 嗯 好 那接下来的话 看看大法师 要不要给他对手一点压力呢 大法师现在是2.2 暂时没有到3 一般来说大法师到3 这个镜中的欲望会比较强烈一点 好 家里再补了一个铁匠铺 所以说人组应该是单换 单换出火锹的一套打法 好嘞 还是过来压制一下牛头 一般看见牛头最好是压制一套了 他是练到三级之后 哎 不得了了啊 好 大级追着大法师 这边福特曼追着这边的一个牛头 那牛哥哥现在得找个安全的地方练级 大法师继续过来 好嘞 这边大法师盯上牛哥了啊 不让牛哥练级呢 牛哥买个单船吧 刚好自己的大级去外面 说买个单船 你一时半会摸不透我在哪啊 单船鞋子他都有了 来 继续把对方给拉开一定的距离 一般牛头往哪边走 你就往那相反的地方去抓就行了 好 这一波的话 牛哥往家走 那其实呢 他要去对手家里了 哎 这一波牛头人还想消耗一下大法师的一个状态 哎呦 大法师要小心 这个牛哥还是有点硬的啊 好嘞 大级已经站好位置 迟迟等不到大哥过来 好 大哥终于过来了 来 你练我家 我练你家 哇 大法师 这里看看能搞一个什么好的道具 能不能再搞一个恢复药水 好 恢复药水 这好东西来了 牛头这边能不能搞个大雪大蓝 最好是大蓝 是直接完美起飞 好嘞 牛头终于有安安心心练集的一个环境了 这不容易啊 这边大法师 恢复药水 直接一吃 牛头金光一闪 升到二级 不容易 哎哎哎 这里仇恨值控制一下 好嘞 能乖乖的话 家里操纵没有看见啊 练级居然把大鸡给练死了 嗯 好 大法师的话 有没有机会去买个鞋子呀 有鞋子 追大 追这个牛头比较方便一点 或者说追上大鸡 牛头他也有鞋 不太好追 牛头这边搞了一个大无敌 哎呀 不是大雪 也不是大蓝 那大法师的话还是没有买鞋 那没有买鞋 追大技肯定是追不到的 要不去买个鞋 还是把这个点给练完好他 先把这个点练完 二发的是一个辣家 人族的进攻节奏 还是比较早的 二发辣家 省去了出英雄的一个时间 大法师到三 好 差不多可以进攻了啊 家里的火枪也该出 哦 一级牛头好 站好位置 拨他一下 并有一个水元素收割到 不错 虽然我没有到三级 但是呢 有个残血的水元素经验值 到手也是不错 呜 这一波人族练得非常非常的极限啊 好 这个点练得差不多 得回家补给一下 与此同时 牛头终于可以到三级了 那三级之后 牛头必须早点去进攻 因为人族单况这个进攻节奏 非常的早啊 好 人族家里 那赶紧回去补一下状态 拿牛屋出一点 先出南屋吧 现在部队的状况非常堪忧 还得早点补记一下 牛头这边搞了一个贵族投环 练完这个脸呢 也可以回家采购一波 家里的话 诶 城防还没有去升啊 放下了双兽篮 这一局的节奏 稍微的要提快一点点了 来 牛头回家补一波 然后去对头家 人族的话顺便把分块给练掉 这人族这么扣嘛 他居然居然没有回家去补给啊 他就想出个南屋解决这个问题 南屋也出来了 好嘞 人族现在42人口 零呱呱 26人口 零呱的人口稍微的优点少 双兽篮安排好之后 我们看看是出狼籍呢 还是出这个自爆蝙蝠 好 那掠夺升级了 肯定是出狼籍了 后面的话 拆对手的建筑 可以赚点钱啊 不错 来了 大法师把这个脸一面 刚好有个南屋 可惜南屋数量太少了 第二个南屋 马上出来 这边远程采矿 资源的话还是差点意思 大法师打了本骷髅书 哎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进攻道具啊 在对手家里一扔 一帮骷髅打架 太猛 那牛头呢 练自己的一个544 刚才在对手家 练的是一个大无敌 这一次搞个大篮 没有不过分吧 搞个大篮啊 远程采矿 这边人组空个群补吧 后面团战要开始了 尤其是打这个牛头 牛头冲击波 踩地板啊 都很凶 好嘞 狼籍已经开始出了 牛头这个点练完 搞个大雪 大篮 搞个大雪 没有大篮 好嘞 人组去看一下分框 没有 那没有分框之后 来了啊 要进攻了 不过 林瓜瓜家里 升好了城防 人组的话 这一波火枪 数量有点少 拆建筑 拆的不是特别的快 哎 林瓜瓜想练一下 这个猛骂人 但是对手 已经开始进攻了 这一波林瓜瓜 是选择对换呢 还是手家 呜呦 呼楼一放 呜呜猎猛 那林瓜瓜还是选择去对拆 呜呜 这个对拆的节奏 稍微的有点慢啊 别人已经在你家了 你还在半路 好了 商店一拆 地洞一拆 这一波人组 有点强势哦 林瓜瓜 幸好家里 升好了城防 建筑比较硬 这边中间 截个狼旗 牛头过来 狼旗截下火枪 来来来 尽量截出 对方的火枪 那现在狼旗 能不能留下来 冰箭冰箭 来狼旗 跑开来了 好 那这一波的话 继续拆 能不能把这两个地洞 给拆掉 这两个地洞 现在是受到 最后的防线了 好嘞 牛头也是 姗姗来迟 照对手家里 这一波的话 有狼旗 我有这个工程能力 可是比人组强很多 好 牛头站好位置 阿多根 一个波下去 然后呢 慢慢的拆建筑了 那这边人组要对拆吗 好 人组选择的是守家 林呱呱 要对拆不 我们看一下 必有一个波 选拆对手的一个家 这波拆的东不 小农民 羞羞羞羞 牛头的话 随时再拖一下 好 必有一个波 火 倒下三个农民 好 这一波牛头成捕住了 赶紧交替币 好 这一波林呱呱 还是微微救兆啊 可以 把家救的不错 这个时候人组在这里造了一根塔 有想法子开矿 但是资源不太够了 好 慢聊一天 这边的话赶紧恢复这个资源 大法师没有TP啊 大法师没有TP 冲过去 来 双方要相遇了不 我们看一下 牛头现在是四点三 大法师 哎 走得有点快 要小心 好 看见这边的一个大部队了 这边能不能截住 没有女巫 截不住 哎呦 牛头 扰一圈又过去了 那兽组这一边 由于狼奇生好了掠夺 他拆建筑呢 还有收入 所以现在经济状况的话 林呱呱这边比人组好不少 这边卖道具买TP 人组在等TP啊 没有TP不太敢对拆 买一个TP 但是这个家好像有点要倒了 牛头呢 趁死机会 人组还没有出现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呢 自己没必要去行动啊 就等你先出招 我再出招 应对你一下 牛头 练完这个脸 4.64眼7 离五级越来越近了 好嘞 人组等了半天 终于是买了TP了 再一次过来进攻 那林呱呱呢 也正好去进攻 两个人互相进攻了 好嘞 这一波林呱呱家里 有城防 这个地洞确实扎实 来 又是对拆的一个局面 这一波牛头 4.6级了 即枪到5级 这5级之后 三级冲击波不得了 狼奇 拆点建筑啊 这边牛头 来 都给 一个波下去 这边的基地 要好好修一修 否则一不小心 可能会被拆 看一下这边 已经开始拆基地了 这一边的话 基地要修一修啊 这不修的话 很危险 好 人组 我们看看牛头 又一个波 这个波 波的建筑非常的多 兽组的话 已经把人组家里 拆的差不多了 这边人组还不交TP吗 六七个小火工修 这里拆不动 但是这六七个狼奇 拆起来 你这完全修不住 人组要交TP了 才不交TP 加要没 但是现在交 好像有点晚了 好 牛头 等你回来 一个波下去 晚了 刚好把人组的家 给拆完了 和牛头交个TP 这个TP 有点稳 怎么办 人组现在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 赶紧冲上机 跟对方拼一波 看看林高 会不会给对手 正面拼命的机会 如果打得猥琐一点 是吧 我就 不给你拼命啊 我就把你拆出去 来 牛头TP 又买好了 人组现在 没有办法了 防守是没有前途的 就是进攻 进攻 就对手加插 不一定插得多啊 人组现在 钱不太够啊 小农民拉出去 已经做好了 对拆的一个准备 他是想在外面 造一些野建筑 来 尽量拖一下 自己被defeat的时间 好 来牛头 临门一脚 来来来 赶紧把它整到五级 五级之后 才是牛头的完全体 有五级之后 牛头才有机会拼正面啊 否则的话 二级冲击波 却是有点不够看 好嘞 牛头五级了 这边人组 也是到达了 这边的一个家 好 林瓜瓜这一波 给对手一个正面的机会 来了啊 47 41人口 林瓜瓜正面 给你对拼啦 来 让你体面一点 来来来 老一姐直接把后排的男牛 全部给网拉 然后牛头站好位置 一个拨下去 我好 人走吃了一遍群补 林瓜瓜 一个拨下去 这边大马师 那家纷纷升级 这里牛头是不是后勤不走 牛头有一个蓝瓶 一吃 接下来火锵 五个火锵 能拨几个 四个火锵 全中 三级波拨下去 我不得了 再来一个拨 火锵赶紧拉阵型 再拨拉一个拨下 就要全倒 好 走 三个火锵 没有拨到 不过这一拨的话 牛头身上还有个大雪 老人姐 三个残血的火锵 一个一个倒下 没有机会啊 还能把牛头给灭了 牛头牛头 那家没有蓝了 哎呀 没有蓝 冰箭放不出来 牛头 又一个拨 哇 六级 他彻底绝望了 牛头一到六 以为他多一条命啊 大法师 没TP 牛TP也没用 那家有个无敌 要逼给大法师吗 好递过去 好像也没啥用 把牛头打死 也没用 哎 难受 好 大法师倒下 接下来的话 那家自暴自卸 把无敌认地上 以示抗议 好 我们恭喜林瓜瓜 这一集把对手打得有点躺平了啊 直接把小无敌也认地上了 我们恭喜林瓜瓜